好,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解一下第177节课 考试太难了,学习很痛苦,怎么样去轻松备考 实际上就去帮你去找到你的learning style是什么 这节课其实我自己觉得特别特别重要 因为如果你的学习方法错了 你真的会觉得学习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其实你有没有在,平时你们在备考过程中有没有这种感觉 就是觉得考试太难了,学习特别痛苦 有些看那些学霸,一看可能十多天就可以背200组次做 或者是说可能有些人怎么十多天就复习完 后面没有学生,他就是十多天就复习完 然后你就会想说,妈妈,我怎么复习了三个月了 我们学的一样的内容,然后我自己怎么就是复习的那么慢呢 有可能是因为,我那天就想,我本来是想录那个背诞词的 但是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你那个背诵的方法 你没有找到那个适合自己的方法 这是我最近training里面学到了 所以我们今天来和就教一起来聊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我们两个人是不一样learning style 所以来聊一下how to make your learning effortless 实际上就是找到你的那个适合你的那个学习方式 我下面给实际上这节课就帮你去判断你自己的learning style 然后怎么样通过你知道你learning style之后 选择那些让你学习最高效最聪慧的一种方法来去学习 你们是不是不知道总共有这几种learning style 其实learning style还挺多的,比这个还多 还有什么music之类的 你们先学这三个吧 一般雅思背考里面只需要这三个 那第一个就是visual learner 第二个是auditory 第三个是kinesthetic 我们两个人现在一个一个跟你去聊一下 首先是visual learner Evon是visual learner Evon你可以跟他说一下 你怎么样知道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就是visual learner 就是说当你做visual learner的时候 你想要输出某个information 你的脑海中会有这个画面 就是你学习过的画面 不管你是背从那个句子呢 或者是你看过的那个article 它会出现在你的脑海中 那就是一个visual learner 你会不自觉地产现这种画面 你学习那种画面 所以这就是自觉上的 那比如说我们上次讲那个历史可以加强identity 那你脑海里是什么画面啊 就会想那个 我那时候看过你那个文章 所以我脑海里面是那个整个文章 哦 你脑海里面是整个文章啊 我以为你脑海里面会是什么历史事件呢 不是 因为我之前就是我小时候 我背手东西很厉害的 可是我们就是称这个为 camera picture memory so you can just read through the whole sentence and it becomes like a picture in your head so that's why we call it as a visual learner 所以就是你先去read my example essay then you have a picture in your mind 对 and then after that on a daily basis because I teach speaking or I speak to you or I also check the essay so 每一天 几乎就是每一天我都会重复 看这个东西或者是输出这个东西 so 它就是有输入了 然后我输出 所以我把这个东西记得很好 这个过程就是让我们不是很痛苦的去记了 那比如说 那比如说如果你看我的范文的时候 我范文里面写 History help you understand past generation's experience enhanced sense of identity 你会 你会 有什么啊 你的脑子里会看到什么啊 我会 如果我的话 因为我记住蛮不错的 所以当我看你的范文的时候 我是去先understand 所以当我看到 understand the past generation experience 我会想到我爷爷奶奶 就是我小时候是我爷爷奶奶照顾的 因为我爸妈是做生意的 那么就会想到这种 然后sense of identity 我会想到我们过节的时候啊 吃了什么东西啊 然后红包啊 所以这些画面都是在我看文章的时候 会出现的 其实我也会想 其实每一个人都是有 这些learning style 你只是有一个去dominate的 但是其他的那些还是在有的 我自己也会想 我自己想说 bad generations experience 我自己就会想那个 过春节 我就会想说 当我了解了春节的这个 这个历史怎么样来的之后的话 我可能就会有这个sense of identity 我会想这个 然后我还会想说 great war 我会想这些 但是也是有具体的 我就会回忆那个具体的那个时间点 什么时候我讲的这篇 泛文 对 就是如果跟我聊过的学生 他们都会说 背诵abc越来越多越痛苦了 然后我就会提醒他们 其实每一个abc跟生活上有关联 或者是之前的abc也可以用啊 为什么你会觉得那么痛苦 实际上就是 我明白 就是调整心态 就你去有一个example在这边 实际上也可以帮助你 实际上有些学生就跟我说 老师我怎么去判斗 我是不是理解了这一组次组 我说当你想不出来一个example的时候 你就是没理解 你没有办法想出这个次组 你没有办法想出一个example 没有办法想出一个例子的时候 那你就是没有理解 之前我们7.5分的那些学生 他吗 他这个 7.5这个 他自己就跟我说 他说他每一个abc全部都想example了 想不出来他都会问我们 所以这个很重要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visual learner的话 怎么判断你是一个visual learner 然后来总结一下 很有可能就是当你看到一个东西的时候 你脑子里面回忆的是一个具体的事件 然后呢 怎么样用它去帮助你去记忆呢 可能这个东西再次出现的时候 你去回忆你具体的事件 再去回忆那个词组 就会比较快一点 就会比直接想那个词组会比较快一点 还有一些人会喜欢画画 你知道吗 像这样的 他会画画 实际上他就是有那个 叫什么什么special awareness 他record的就是他这个画画 这个special awareness 就是这些东西 然后呢 我们还会推荐说 你们可以用一下这个 QuizLite的手机app application 然后这个我们免费课程里面 也有一组 这个ABC磁组 然后你们用到那个 QuizLite之后的话 我们都有一个微信 我们把那个文章链接到下面了 以望你可以帮他们链接一下 那篇文章 怎么样使用QuizLite那一个 然后具体方法 就QuizLite现在升级了 你们知道了 升级之后 我还来给你们介绍一下 就是这样的 然后你们在你们的手机屏幕上面 我们是这样去设置的 ABC磁组 然后一张画面 其实以望 他们是不是可以这样 就是我再放一下 好我们来看 这些三个ABC磁组 你不知道ABC磁组 是什么同学 看一下下面那个链接 就可可以了 好ABC磁组给他之后 他就会看到这一幅图 对吧 然后呢 他回来之后就知道 好A是Industry 然后C是Money 然后我下一次复习的时候 我就是看着这一面 Industry Money 我回想了 应该是这一幅图 对不对 然后可能再到一面 对 或者是先看到那个Industry的时候 你会想 Industry会连接什么东西 对 就是Job Opportunities Job Opportunities 过后就是Employment 然后Money Money 我想 如果你想到Survive and Trive 就是你可以说 Can help us to sustain our life 也可以 对 所以这样子的话 这是怎么样用 如果你是一个Visual Learner的话 你用这个方法去记就可以了 是这样去记 QuizLight的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 Auditory Learner的话 QuizLight还有一个 其他的使用方法 我们等一下去见哨就好了 好 这就是Visual Learner 好 接下来我们看 如果你是Auditory Learner的话 稍微有点不一样 因为我自己是Auditory Learner 我非常有经验 Yvonne知道对吧 我经常会给她Record一些东西 因为我说一个Auditory Learner 我没有办法写的 我必须是 是Record下来 如果我Record的话 我脑子会非常清楚 如果去说 就是写的话 我会非常乱的 如果你是这种现象的学生的话 那你很有可能 是一个Auditory Learner Auditory Learner 有一些什么样的习惯 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下 就是你很喜欢听东西 而不喜欢看东西 比如说我们每天免费课程 如果你会发现说 我更喜欢去听下边那个 我们不都是有音频吗 我更喜欢听音频 而不是喜欢看视频 你很有可能 而且你听完音频之后 你会觉得 我很清楚就会get到点了 所以你很有可能 就是Auditory Learner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 你平时可能会喜欢听一些Radio 喜欢听一些Music 比如说你听完一首歌之后 你会非常快地去Record 那个歌的旋律是什么 我自己是这样的 我每天跑步的时候 我都会记着 我昨天听那三首歌的顺序是什么 真的 所以我觉得我更多的是 而且我从小听广播啊什么的 我更多的是Auditory Learner 然后Auditory Learner的话 我推荐有两种复习的方法 一种就是你可以把你ABCC组自己读下来 自己读下来之后 因为你有一个输出的过程 然后很简单 你就用你的手机 你们都问我说 老师你怎么样去录音频 很简单 你手机上面有Voice Mime 同学们 你按一下就可以了 而且可以存储很多东西的 所以很简单 你在这上面编一个号 比如刚才那个Industry吧 Industry Money这一个 你就这样去录就可以了 Industry Money 大概一分钟的样子 我自己上次16天被 就是过6到7分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 我有一个MP3 老式的那一种 但很小 然后我都会把我的那个Recipe 录下来 我每天这样子去听 这个很省时间的 你们知道吗 我觉得Auditor Money 很节省时间的呀 因为你干什么的时候 你都可以去听啊 走路的时候可以去听 上桌桌的时候可以去听 所以这样 学习效率特别特别高 很多都是零碎的时间 然后就是 还有一个就是QuizLite 也可以这样 以前我们有学生 洗澡的时候会听 我们把那个链接 给你放下去了 你可以去看一看 洗澡的时候 听QuizLite那个学生 他是洗澡的时候去听的 然后他就是这样 因为QuizLite右上角 可以放那个声音 然后你直接让他放声音 如果你觉得 这个用法是这样的 以往这个用法是这样的吧 他先放这边 对吧 然后他这样联想 对 他先不服力 我是这样用的 就是我先会听这边 然后我自己会背 ABC 就是假如说我已经背过一遍了 我自己就会想ABC是什么 你不都是他们 都是先学一遍的 然后自己会想ABC是什么 然后我再到这一组去 A. Generate job vacancies B. Help find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C. Help to revive and thrive I remember correctly or not 然后如果没有的话 我在右上角会start 这样就快了 对 然后这个audial learning auditory learning 对于speaking来说是很好的 尤其是part two 很多学生会觉得 我说不出自己的那个experience 或者是我的part two 不是很流利 其实你对自己的那个声音 感觉到不舒服 你对自己的那个内容 不是很comfortable 你先把自己那个part two record一次 自己听一次 让你的那个大脑去回响 去digest那个information 然后再试一次 一天最多六次吧 就是一个topic的话 只说六次就可以了 对对对 但是我有一个建议 就是它可以前面几次 再比如说我自己是这样的 我自己之前说part two的时候 如果我不熟悉的 我自己特别清楚 天哪 我现在就可以record了 在bangkok那个gust的taxi上面 然后包括taxi很不好 然后我就会录那个 你记得之前好像是 有一个题目是什么 一个activity 一个excitingexperience you will do in the excitingevent 什么experience you will do in the future 还记得那个吗 那个题 然后那个题上次是预测题 我没有准备 然后我就是在车上面 第二天考试 我又在车上面 就是集中性的背了 我还发给你我的那个音频呢 就是我会录它 但是我会比如说15分钟 或者20分钟之内 我会不停地录一段 大概就是录三四次 直到我说顺 比较confident为止 好我这个就停止了 然后就有点像那个 Evan forgetting curve一样 然后我过一个 过大概两三个小时 我再回来说的时候 就会比说如果我compare to you just record once 就会那个quality 就会完全不一样 因为如果你短期内 只会重复这一段的话 你就会慢慢地 发现自己的问题 然后再过三个小时 你再去说的时候 那个就会和你上一个小时 最后一次说的时候 是一样的 就是不是被搞 就是直接说 对其实我建议那个六次 去record呢是分开的 比如说早上的时候 然后你可以做三次 包括第一次你在bringstone 就是把那个keyword写出来 所以你第一次第二次 很卡 可能是超越了那个两分钟 可是一定要说完那个故事 为什么呢 因为你大脑在记录中 记录你把整个故事说完 然后第三次第四次 可能是在中午 就是隔了一段时间 中午的时候 你再说一遍 你会觉得 我自己的大脑会把 不需要的 或者是多余的那个information 把它删除掉 然后再继续变得更流利 然后当五六 在晚上的时候 是特别特别好的 因为呢 那时候你大脑 已经过了一整天 它好像自己在process了 所以你需要把你的时间段分开 太集中的话 这个对空语不好 因为你就是集中在那一小时 变得好 可是其余的二十三个小时 是没有练习的 那我们可以这样嘛 如果我们把它变成 它的一个每天的习惯的话 可以就是每天吃饭之后 和吃饭的频率是差不多的吧 早中晚 对 会建议 比如说是等巴士的那一种 就是五分钟放空 或者是去走一个路 或者是去喝杯茶 你就会想象 我刚才要想说什么 就是这种的零碎时间 你不需要把它集中 那么你就会觉得太累了 一天两个topic足够了 如果你觉得两个topic太重了 一天一个就很好了 就不要 对 我们要保持那个quality的 而不是说quantity 我也觉得是 我非常有经验 这个扣语复习 因为扣语复习的时候 非常overwhelm 你知道 part two 骂了那么多题啊 疯啊 但是你知道吗 你越不patient 你最后的质量越不好 但是如果你take your time 我有一天都问我自己说 不就是五十多个题目吗 我一天两个 我不是一个月就搞定了 我招什么急啊 我后来 还有一次 我记得你是走路去那个gym center的 然后你每一次早上我们下了口语题 口语课过后 你会想要复习 所以你走路的时间你会发我录音 所以你把那个变成你的habit了 对 因为我 我比他们好一点 就是我知道how to make it a habit 所以我就会 可以给他们分享一下 就怎么样把它变成一个habit 就是说 你必须去pair 你的一个activity frequency 必须要pair住 还有一个就是你的 你的那个 在什么地方发生这个activity 必须要pair住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你的theme必须可以pair 这个你们不需要pair theme 就比如说学习的习惯 必须要pair一个学习习惯 这个他们根本就不需要了 只需要记住 我自己自己去develop happy 最主要就是 你的frequency一定要去pair住 比如说刚才姨蓉说的那个 你们要背三次对吗 那你就找一个一天发生三次 你到死都不会放弃的一个 每天都在做的习惯 那肯定就是吃饭 正常一天吃三次对吗 那你就可以说 如果我吃完饭之后 每次吃完饭之后的话 我都会做一个这个 但是你在吃完饭之后 做的这件事情 必须后面又跟着另外一件事情 比如说这样 我们举一个例子 我每天吃完饭之后 我都会喝一杯咖啡 假如你是这样的人 那你就会记住说 我每次只有在吃完饭之后 背过这个 练习过口语之后 我才可以喝咖啡 这个才是game changer 我最后 现在就是developed habit 特别特别特别快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了 我把它加在两个 existent habits中间 如果你只有一个trigger 没有后面那个habit的话 我们经常去忘了reward 去congratulate自己 所以这个你很难去不断去形成这个habit 所以如果你想make it stick的话 最简单的就是 你找两个behavior 中间加一个这个就可以了 一般同学 比如说你吃完饭之后 你要洗手 假如是这样的 或者说你先洗手 后吃饭 那你就可以说 好那我洗手之后 去看一下我的那个词组 然后我再吃饭 这样就会 then 然后这样就会完全不一样 这样你就会觉得 啊很快这个behavior就有了 或者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一个set timer 不建议这种方法 因为这样的话 实际上你根本就没有办法 去naturally的去develop set timer 对 就是 set timer会很大压力吧 对 set timer一个是压力很大 而且他没有办法 naturally去develop一个habit 因为develop habit是一个skill 如果你有了这个skill之后的话 你复习其他的 对吧 你还可以再找一个新的behavior 然后在你生活里面 其他方面都是有帮助的 set timer更适合那些 每天就在家全职复习的人 就是他没事干嘛 对吧 就是 develop这个habit 就是想要让你觉得 这个学习态度不是强迫性的 对对对 不是太累的 我们可以链接那个 snow那篇文章 他那个habit 他那个特别特别好 他那个habit就是 他也是在家待着 但是他复习完这个abc之后 五分钟之后 他就会做几个运动 什么jumping jacks之类的 然后他就去干点别的 然后他可能把它 每天的打扫卫生放在一起了 什么拖完地之后 就会看看abc 还有学生 做饭的时候看abc 洗澡的时候看abc 这些都是让你会觉得说 这个东西 而且你会switch a brain 就是你刚开始在做别的 然后现在再去背词组 你就会觉得 不是特别累 不然的话 你会觉得这是一件非常 就是我们之前讲的重点 不然你会觉得 这是非常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哎呦学习没有那么痛苦的 有些时候是我们自己 把一些东西想的太痛苦了 我们要想 怎么样去把它变得去easy一点 没有其他人说的那些 一定要需要半年的时间去准备它 不需要的 就找到适合你随意方式最重要 去变成自己的daily habit 对吧 一个daily routine 对就变成一个daily routine 我真的觉得所有的学生 第一周或者前三天 都是应该把重点放在去 build their learning skills 因为我们会发现 Evonne 你又会发现吗 学习很快的同学 都是他们知道自己 哪一个学习方式更适合自己 所以他很快 对 所以他两三周就可以过 那些过得很慢的同学 不是因为他理解差 就是因为找不到一个 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 就是你的system没有 他很多时间可能会卡在 那个frustrated 对 frustrated那个点 就是太累了 或者是太暴躁了 然后质量病得不好 所以他很多时间是浪费了 在这过程中 所以可以给他们提一个小建议 就是每当你会觉得 我卡住的时候 就觉得学习效率很低的时候 你就问一下自己 这个学习方式是适合我的吗 How to make it easier 对不对 你就会想说 你可以问我们呢 你可以问Evonne 也可以问我在问题群里面 你也可以换一种学习方式 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 一直都记笔记的学生 你就会想说 今天我可不可以换一个方式 录音的方式去学 我最近就是 我的everyday都是different的 每天都不一样 我就会想 我可不可以换一种方式 去做这件事 你就会觉得特别简单 没有那么痛苦了 好我们下面学这个 kinesthetic 就是这个technos 其实它是一个visual learner 和kinesthetic的解体 就我自己是这样 就是你可能会更喜欢读 纸质书 而不喜欢读电子书 Evonne你也是这样的吧 喜欢纸质书 不喜欢电子书 对 电子书因为它那个screen 会有那个glide 会让到我很不舒适 然后还很不舒适 让我觉得很不舒服 纠正一下很中文 然后这个 就是一个七分学生 自己平时记的笔记 你们大概可以看 它的structure是什么 左边是在ABC 然后它每一个单词 会有同一词吗 右边 它记得它的同一词了 但是它每一次 会先画逻辑 看到了吗 这个小线线是它的逻辑 然后它会把A和C写到这边 它复习的时候 就是看着左边 先看它黑色的部分 然后再去联想蓝色的部分 然后我自己是这样 如果想不起来的话 会在前面打勾勾 然后你们会看到 我自己以前背GRE单词 背什么专业八级单词 那都是非常 非常扯淡 非常多的单词 我大学四年就是这样过的 三年 我都是把我的单词书给撕下来的 我单词书都是分堆的 他们问我今天背多少单词 我说今天背第一堆 明天背第二堆 就是分堆了 一堆就是多少页 多少页 然后这样子的话 你在flip这个pages的时候 你就会换页的时候 就每次拿一个新页的时候 实际上你是在手是在动的 然后你在打勾勾的时候 也是手在动 实际上就是一个运动 你手指muscle的一个过程 然后这样你就会发现 特别有意思 你知道吗 你每天手里边都可以拿着点东西 然后这样的话 就是效率会比较高 好 如果你是这样 你可以尝试这样的 这样的学习方式 如果你这样的学习方式的同学的话 就会建议你说 你不要去打印东西 你把东西 所有东西都自己再去整理一下 然后贵斯莱肯定不适合你 肯定不适合你 相信我吧 我就是一个永远都不能用贵斯莱的学生 就是我永远都不会用他 或者是那个用笔的 有些人是敲笔的 我不知道 出转笔 那种 我是转笔的 我特别喜欢 你学习方式的 也有其中一个 对对对 如果你平时喜欢转笔 还就有可能是这样 我非常喜欢转笔啊 我一转笔就有新的idea了 对 就这个 所以会看到说 最主要是什么 最主要是make your learning fun and easy if you don't find it very easy 你肯定是在一个run path上面的同学们 能明白了吗 来我把这节课的题目改一下 怎么样知道你自己 是在read track上 好下面有一个learning style的小测试 我觉得这个learning style小测试 非常非常有意思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把链接放在下面 以后放在那个read more 微信可以链接的 就是下面可以有那个read more 知道吗 阅读更多 可以给它链接啥 可是这节课可能会有很多链接 可能会放在那个微信文章里面 你没需要copy paste 那个链接 放在最下面 他们可以去read more嘛 嗯 对吧 不是 我们还有其他链接要放嘛 刚才你说的 其他链接放在微信文章里面 OK好 这个放read more 他们就会比较方便去click 就点一下 这特好看 What kind of book would you like to read 还算 a book with a lot of pictures in it 然后你再换下一个 然后你就可以 去决定自己那个learning style是吧 对对对 就二十个题很快 大概两三分钟就可以过掉了 这个题 可能大陆的同学没有办法做 但是澳洲的同学肯定做是没问题的 可以去决定一下 自己是哪一个learning style 就会出来 然后下面是有一些reference 如果你想阅读更多的话 了解一下更多的learning style 你可以读这个reference 这是我reference无数次的人 好 小测验就是 我们很想知道你是自己的 你是哪一个learning style 想知道这节课对你有没有帮助 所以一定要留言 就是你在下面abc选择 听了这节课之后 你是哪一个learning style就可以了 然后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但你发现你自己是 这个learning style之后的话 有没有会影响你未来的复习计划 比如说你以前一直都是记笔记的 但是你发现记笔记是件很痛苦的事 你是不是就会想一想说 我以后可能会尝试一下 也许你刚才就会尝试了一下去录音 然后你就会觉得这样 让你会觉得非常非常舒服 然后就会影响你后面的一个学习计划 可以告诉我们 可以留一下眼 告诉我们这节课对你有什么帮助 然后所有的免费课程的话 都在我们的daily lesson下载就可以了 网站kisshouse.com daily lesson 然后微信公众号 每天七点会更新一个免费课程 我们的那个微信公众号上面 可以去注册七天的免费课程 网络课程 任何时间地点都可以学习 我会跟你分享 我是怎么样16天获得雅思写作7分的 主要就是怎么样去通过 ABCC组合recipe去 快速的帮你去复习 去复习雅思写作 获得写作7分 付费课程是可以90% 最近都可以8%了吧 命中考试整体 对吧 遗忘 最近会更准一点 然后可以有 因为我们家里一些内容 再进去 然后会有200组 ABC 还有预测题目是很重要 就是我们整理一个预测题库 然后你就可以知道 怎么样去灵活运用这些 ABCC组 我们还有VIP 就是作文批改课程 里面包括四个项目的评分 还有最主要就是有一个 独家的预发表格 是四个月之内 可以无限次数的收看课程的 然后VIP同学通过时间 会比较快一点 比如有同学14天考6到7分 有三周6到7分 如果你想就是一个月之内 过比较适合拖产 一天有四至六个小时的学生 然后如果是比较正常的学生的话 这个学生就很正常 两个月时间5到5到7分 这些链接 我们每次都给他们放到下面吧 有些同学可能会根据自己的学习方式 不同的水平 去看不同的经验分享 然后还有6到7.5分的 好 我们希望这节课 真的可以去帮助你 找到你自己是哪一个learning style 然后可以去更好地去调整你的复习 让你复习变得更加easy一点 好 我们这节课讲完了啊